小故事大道理 超级电脑 一位电脑工程师欣喜懦狂地告诉他的同事 说他已经成功地发明了像人脑一样的超级电脑 他的同事疑惑地望着他 问道 你是说 你发明的电脑能够像人类一样独立思考 有神经中枢 可以谈恋爱 甚至于会开车到超级市场购物 电脑工程师笑了笑 说道 也没有你所说的那么神奇 他的同事追问 那么 你的电脑能做什么 工程师兴奋地说 他能够像人类一样 每次当他自己出错时 保证能在短时间内将过错归给另一部电脑 有了过错 立即推给别人 是我们最常犯 也乐此不疲的要命毛病 真正伟大的人格并不在于我们从来不犯错 而在于犯错之后 能够快速而清楚地立即承认 感谢观看